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稳超圣件节目 那大盘持续的修正 由高档区修正到今天的一个低点 已经修正了接近340点 那目前为止的话 你所看到的周线 它是连二黑 继连四红之后 那今天的所谓的周线 如果收黑K棒的话 就等于是连二黑了 那你应该怎么样去操作 不管是做多啦 做空啦 应该怎么样去操作 才能够赚到钱 我相信这是一个 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我会在技术班里面 亲自的回答到我 回答给到我们技术班的一个投资朋友们 其实这个大盘你的看法 趋势如果看对 我认为下礼拜 下礼拜 一秒是没有说很久 下礼拜就是各位布局 非常好的一个时机点 这是我们利用开盘八法 来看到的所谓的征兆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早盘 来今天的早盘在这个地方开出来盘 它叫做三点第一盘 好 那三点第一盘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开盘八法里面 它是属于一个转折的讯号 好 这个地方开始看 来大盘在高档区嘛 好 看到所谓的高档之后 开始修正到今天的低点 在9083点 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们以所谓0.5的位置 大概在这个地方 甚至0.618 这叫什么 回档修正0.5 0.618 应该在0.618的机会 可能会落在下个礼拜 这个地方 有机会 有机会 大家要做反败为胜嘛 那有机会 这机会非常大 但是今天的盘式里面 三点第一盘为什么没有中错 因为量低 这个量低 是属于一个量比量价比价 这是属于开盘八法里面 比较高阶的 那我们会在 这个技术班里面 顺便交给各位 开盘八法里面的精髓 两种盘式 来叫做三点低盘 跟三点高盘 我们今天顺便来看一下好了 来 这叫三点低盘 三种盘式 那今天到底是属于哪一种 来 属于第二种 好 三点低盘目前为止 跌升了以后 它是属于一个低价权的一个操作 低价权的一个操作 这个转折 有机会落在所谓的下个礼拜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 刚刚好利用所谓的技术班的 一个机会 顺便跟我们的投资朋友们 来讲解我们的开盘八法 那生技股 一鸣老师有点名 来 生技股 这个地方至少出现了转折讯号了 转折讯号不强 不强的同时 你在下个礼拜 看到谁的补量上工 生技肋股的话 你要去注意了 还是有机会怎么样 可以赚到钱 也就是你目前为止看到 生技肋股是属于低档区的 你如果说你去操作钢铁股的话 你进去去做 你可能是赔钱的 你可能是赔钱的 你甚至在塑化股 之前你没有买的 你现在的话 买在高档区也是赔钱嘛 所以说你现在要布局的 短线上面 你可以先看到生技股啦 太阳能也有机会 生技股也有机会 落后补涨的股票 我相信这个看法不同啦 造成的结果也不同 来 生技肋股 来 注意哦 这档股票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一天 你可以做出一个买新的动作嘛 当你买了之后 这股价也刚刚好嘛 拉到涨停板 那隔天有没有大涨 来 隔天一米老师 有持续跟你讲这档股票哦 来 隔天 来 一样大涨嘛 也就第一天涨10% 第二天涨了7% 那一米老师说 他在底部区 有没有机会出现红三冰 没有 我直接跟你讲答案 没有 但是他出现了所谓的 一心二阳 他出现了所谓的一心二阳 也就是说今天这档股票的股价 四天的一个低档区的一个上涨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这个所谓的阴阳K线的部分 拉回早买一点 这个非常重要 但是有的股票 它会先行发动 像之前的环瑞衣 就是这样子嘛 这个股价就是先行反应的 先行反应到 所谓的环瑞衣的部分 你在低档区有买的 这个股价上涨的一个机会 你今年想要赚红包 你今年想要反败为胜 甚至你想要什么 赚大钱的 你都会从环瑞衣身上看到 你都有机会从环瑞衣身上看到 那环瑞衣的一个大涨 包含基本面消息 包含筹码面 它是非常安定的 我们讲这个操作的一个概念 一定要先行布局 后面的一个收割留给你 布局收割 它是一个不二法门 有时候啊 这个股价上涨的速度非常快 快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有时候一买下去 这个股价直接就喷上去 这股价就直接往上走 那我们不建议说 各位去追高 任何的操作 我们都不会说 带投资本去追高 生机的标股 有买有卖 这个地方应该买卖都能够成交 因为这边的话 是属于一个什么 开盘没有涨停板 它是属于一个拉回修正以后 直接再上去 这个地方买卖都非常方便 如果说你看到一档股票 它是属于一个标股当中的一个标股 拉回的时候你可以留意一下 环内衣的部分 近期的操作 我相信从一根停板 介绍到目前为止创新高 股价在高涨区千万不要追 股价在高涨区千万不要追 那包含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半导体的环球金 我相信环球金的操作 还是有人会赔钱 为什么 他就太在乎 那短线上面一两天 可能会回挡修正 这个地方涨了那么多 他没有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他反而认为说 这个股价还会在持续涨 所以买在谁的整理区 买在整理区的时候 先行做出个洗盘的动作 这个洗盘一下来 他就开始去做出一个停损的动作 相信这个这种操作的一个观念 都是属于一个不及格的 这个买卖有方法 看到重要讯号 低档区出现什么样讯号 突破区出现什么样讯号 上升轨道出现所谓三线翻红 包含上升三法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讯号 也就是多方的形态里面 会出现所谓的三线翻红 包含所谓的上升三法 这个我们在所谓的关键K棒里面 39种计法里面 我们都有详细的来帮各位解说 那如果说你拿到我们的关键K棒 39种计法的话 我相信你会一一的啦 会去做出个核对的动作啦 那我们今天就稍微让大家看一下 打开到所谓的教材第二页 来 第二页 这个地方我们就来 跟投资本人稍微讲一下 这个地方 看到了 好 来 这个地方来 看一下 我们翻一下就好了啦 好 来 也就是说我们这本书里面 你大概前面第九页 从第一页翻到第九页 完全是用所谓的图解的方式 那为什么要用图解的方式 希望你能够看得懂 那当然今天我们这本书 刚刚写了 写好了 那一鸣老师今天开放 给投资本人打电话进来 前面十位啦 就只能限前面十位 因为我们书目前为止 加印的只有100本 我们就把前面十本的话 回馈给我们的投资本 这是一鸣老师的一个心意 这是一鸣老师的一个心意 环球进行操作其实不会很困难 但是要有点耐心 因为低档区布局 这时间点可以拉得很长 你都可以充容的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而不是说等股价上涨了 那你再去做出个追价 这股价从六七十块钱 涨到一百二十二块钱 这中间的涨幅也是很大 你有机会 你可能会在这两股票里面赚到钱 环球进行操作 来一秒四有没有事先讲 有了 股价 外资占买方 信息源的爆发力 我当下就跟你提醒了 那目前为止股价在拉回的时候 甚至去挑战前高的一个位置区 你这个地方你布局 等到股价拉到涨停板 你又认为说老师 能不能拉回让我们买 这个就投资人最大的一个败笔 在低档区布买 非要等到创新高 他问一文老师 一文老师 股价会不会大涨 其实会不会大涨 你自己看 因为你每天看节目 你就自己看 持续上涨吗 你要看到周线跟月线 如果你长线操作 要看周线跟月线 这样股票讲很久了 创波段新高 希望你能够赚到钱 你哪怕赚一根也可以 赚两根也可以 你最好是把这四根 全部都带回家 把他全部带回家 一文老师会更高兴 那今年度最后一次的技术班 即将在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天 大概从早上 大概从九点半开始 那一名老师都准备好了 讲义教材 这个座位 完全的都准备好了 备有所谓的查点招待 查点招待 有兴趣的啦 来 打电话进来 那你要上的课都在这边 我希望这八个小时七个小时能够带领大家度过一个快乐的时光 在学习里面找快乐 在学习里面找到未来 你财富的一个地方啦 来 这边的课你看一下 那 一文老师会讲解所谓的均线三法 非常简单啦 让你来判别多方跟空方啦 那开盘八法 从初阶一直到高阶 我很少说一次把初阶跟高阶 初阶中阶高阶都把它放在一起啦 我怕你们没办法吸收啊 但是因为这次的一个数值比较高 我相信应该可以啦 没有问题啊 来 开盘八法 全部交哦 英明老师不会偿失啦 全部交 K线 K线很重要 技术分析之母啊 单根 可以办法 进阶 进阶到所谓的39种计法 我相信你在 任何的一个K线形态里面 都跳脱不了 这个关键性转折的39种计法啦 应该都包含在里面了 那标马股的一个特性 我们这是加码的 那形态 英明老师教形态 我先讲 不是跟你讲支撑压力 英明老师会跟你讲 这个形态 为什么会成形 重点在什么地方 英明老师讲法 跟一般老师有点不大一样 我们讲形态 不会一样化糊涂啦 大家都一样化糊涂 我觉得没有意思啦 底部头部整理形态 所有的技术分析 我希望这三堂课 投资朋友们 你真的 你有兴趣的 你就打电话进来 那我们的讲义 来看一下 这个讲义在这边 神情一样跟线 那今天写好了 开放前面十位 前面十位的 跟对于我们开课 有兴趣的 这个叫 课程 这个叫讲义 讲义是送给你的 前面十位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 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资 严老师 12月25号中期班 首读公开 唯一一次中级技术高级班 如影响一支当日走势 必学日本正宗开盘八法 掌握常见趋势转折 必学关键开盘 如果你想挑选潜力标股 必学各式指标详解 最有限 错过江湖再有 立刻不打资助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大阪持续修正 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那对于手中有资金的投资朋友们 下礼拜可能我们会进场来做出个重压 也就是说股票的一个操作 你要看到所谓的关键性的一个时机点 当这个机会一旦来临的时候 你千万怎样不要错过了 这大盘持续大跌 一秒是弄得非常好 我们就准备要在下礼拜 我们就是要准备在下礼拜进场布局 因为我们手中目前为止 现金的部位很大 大概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机会 我们愿意帮助全国的投资朋友们 在下礼拜操作 希望帮助每一个人都大赚 那你今天大概可以打电话进来嘛 先看一下各位手中目前为止的股票 应该卖的 下礼拜逢反弹 我们会站在卖方 那应该布局的应该重压的 现前面十位 前面十位打电话进来的 由一鸣老师亲自的来帮各位 来做出个规划 那我们看一下大盘好了 来这大盘在上升轨道里面 出现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多方的讯号 这个多方讯号叫一心二氧 也就是说上涨的同时出现所谓的中长红棒 中间夹一根所谓的变盘线 那第三天出现所谓的中长红K棒 这三根K棒通称为所谓的一心二氧 同样的下降轨道里面出现所谓一心二一 长黑看到变盘线 看到所谓的长黑 这两根并线叫长黑 一心二氧一心二阴 这个就是所谓多方 这个属于空方 那目前为止开盘八把告诉你 今天开出来的盘 它叫做三点第一盘 三点第一盘 那有一句口诀了 三日内 容易见到此坡的一个低点 但是要有专业老师来判断 一秒是先讲 我们今天绝对不会去做出那种 这逆势操作 来 看到这边 你现在要学的 大概在礼拜天一秒是就会教你了 因为今天开出来的盘叫三点第一盘 这到底是三点第一盘的哪一种盘是 有没有中错 好像老师还没有 是不是属于一个低下圈的 这个应该就是了 也不是属于一个三滴破趋势的 应该就是第二种 第二种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个地方的话你就要注意了 下礼拜 可能有出现关键性的买点 那一鸣老师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打算在下礼拜 准备要大转了嘛 来 开盘八把告诉你 开盘八把告诉你 三点第一盘今天出现 如果说三点第一盘开出来了 你后面要注意到K线 K线在低档区 如果出现了讯号 出现了讯号 你就要站在买方了嘛 这个就是所谓成功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模式 比如说我们之前 我们看到所谓的308的联养 这个股价在低档区出现讯号 再买方 股价从360修正到200块 这个几乎快要腰斩了 股价在低档区不是说不好 非常好 这个机会非常好 只是说你敢不敢买 你在什么地方出手 当你出手成功了 我一定会恭喜你 这恭喜你嘛 对不对 按照我们的简讯操作 我就是要恭喜你 来 创新高 公布两次的简讯好了啦 来 这边 第一次 获利录蛋 第二次 累积获利 后面的简讯 我们不会再公开 后面的简讯就不会公开 那小型股的部分的话 要注意到所谓的简织的题材 包含库长股 包含所谓的法人作帐 那包含所谓的集团股的作帐 大概都集中在 所谓的下个礼拜 所以下礼拜盘市里面 有很多股票会大涨 但是有很多的股票 它当下在低档区 你就要先行布局 这个股票的布局 我认为 在任何一档股票都一样 先看到基本面 基本面好时候 股价在低档区 甚至在低档区 出现所谓技术性的转折 这档股票滑电 我相信就是一个最佳的 一个示范的一个例子 实行简直的嘛 三成嘛 股价有没有机会倍速翻 好 筹码面的部分干不干净 我相信这个 站队趋势 你是有机会赚到钱的 那长线布局的 麻烦看一下均线 这均线 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 长线布局的 不是说赚了一根掌停板 你就卖出去了 有时候股价操作上面 要有耐心 小心股的部分只能做 不能说啦 像我们之前 游戏类股的雨军也是一样 这下一波到底 你能够赚大钱 政达也是一样 拉回修正 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你反而可以利用拉回嘛 你每次买都是买在高档区的 你为什么不利用拉回去买呢 这股价买卖 不要太冲动啦 应该买就买 应该卖就卖 低档买的 看到这个消息面出来的 不要看消息面去做股票 你应该相信自己嘛 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是最重要的 这个地方你敢买的 我相信这个价差 你要赚起来 不会很困难啦 那当下跟你讲 集团股要不要做账 但是股价先反应 那股价先反应的话 你就不能去追 你真的要买的话 要等拉回啦 这个股价操作有时候 他要反市场心理 来做出一个买进或卖出的动作啦 三一位仅得也是一样 有些股票操作结束了 你就不要再去做出买进或卖出的动作 其实最好赚就是在下面 你下面低档区没买 拉回没有买 常常买在高档区的 你的操作稍微要修改一下 金测也是一样 这样股票都是好的股票嘛 好的股票当下大概在六七百块 一秒钟就跟你讲啦 你没有买 非要等股价开始大涨了 你可能你有赚啦 赚也是赚一点点啦 广宇最近又在动了 这边布局才能够赚多少钱啦 包含神盾啦 神盾现在跌升反弹嘛 当下也是一样 希望你买在低档区啦 低档区你要买 毅明老师常常讲 你要勇于去布局啦 这个布局的动作非常重要 但是不是说你买了之后 老师啊 我赚一点就跑掉 这种客户啊 我觉得赚一点就跑掉 有点可惜啦 其实这张股票 它是属于一个波段的 那波段的股票就是波段操作 短线的我们就做短线嘛 波段的就一定要做波段 这个持续大涨 甚至拉回的时候啊 一样的可以站在买方 标股成型啊 来从122块钱 一路大涨到260几块钱啊 这个所谓的波段啊 已经大涨了接近一倍啊 今年涨一倍的股票很多啦 那后面的大盘如果说持续修正 这种标股还会不会出现 当然会啦 但是目前为止啊 这个个股也好 股票也好 有时候是属于一个个股表现 当然有些股票它会走空啦 那走空的股票该怎么操作啊 很简单嘛 你认为一档股票涨多了 涨完了 它涨不动了 甚至啊 这个涨幅过大了 你认为应该要空 那你就去空嘛 元泰好不好放空 好啊 你空元泰一空下去 打到跌停板 你空元泰 空下去 简讯在这边 打到跌停板 这个也是赚钱的一个方法 这个也是赚钱的一个方法 放空大赚 来 叶明老师有没有恭喜你 放空大赚 多方空方都要会做啦 都要会做 做空是比较简单啦 我讲真的啦 做空非常简单 涨完了嘛 空方讯号你就去放个短空嘛 张数也不用多啦 那投资人来注意了 这三堂课对你来讲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那叶明老师也不常常开课 尤其是开这种 所谓的全天的一个技术班 我是希望说 叶明老师是抱持一种 回馈的态度 我愿意把我所学的 所看到的 超过这张字卡以外的 我还是会 言无不尽啊 知无不尽的告诉你啊 你投资了你要赚钱 你要赚钱 你的观念必须要正确 你的观念必须要先修正 再把这些关键性的技法 这技法先学会 这个技法非常简单啦 你一定学的会啦 你不可能说 一秒是跟交了一天 你都不会不可能啦 这个都有参数的啦 我会把参数跟你讲 你回家验证一下 开班办法也是一样 每一种转折都一定有迹象 单根K棒 一秒是会讲得非常深入 技术分析之母叫做K线形态 那学会基本形态 来 进阶一下吧 来 我们来念一下好了 你现在可能要学的是多方的哦 不是空方的哦 因为下礼拜叠升了以后 会出现所谓的多方的讯号 两根K棒 低档遭遇 低档覆盖 低档怀抱 低档水的吞噬 这四种形态啊 在下个礼拜可能会出现啦 所以说 刚刚好开课 一秒是刚刚好去教你嘛 对不对 标股的形态 这些都是你应该要学的 一秒是认为对你来讲非常重要 那投资人上的这三堂课 来 我们把讲义教材准备好了 来 那当然今天会开放给你了 打电话进来 我们这个讲义只会送给你 不会卖给你 但是一秒是现前面十位 要上课的 要拿讲义的 电话打进来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最大的故 尹老师 12月25号中期班 首读公开 唯一一次终极技术高级班 如果你想 遇知当日走势 必学日本正宗开盘大法 掌握长线趋势转折 必学关键K棒 如果你想抽选潜力标股 必学各式指标详解 最有限 错过江湖再有 立刻不打制裁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颜老师 12月25号中期班 首读公开 唯一一次终极技术高级班 如果你想 遇知当日走势 必学日本正宗开盘大法 掌握长线趋势转折 必学关键K棒 如果你想抽选潜力标股 必学各式指标详解 最有限 错过江湖再有 立刻不打注冠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消灭灯格热 仔细清扫 立即做 饮水积水盘 若有积水要倒干净 花瓶臼水倒在土壤中 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花瓶底部 盆栽底盘 要尝尝刷洗 避免温软附浊 不使用的水桶 记得倒质量干净 别忘了食温鱼 也是消灭急决的小帮手哦 防止灯格热 清安静